《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1934年的10月 江西苏维埃 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任务的中央教导师政委何长工 迎来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过来下达任务 刘伯承来到师部所在的农家院 命令很简单 说把中央所有的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 所有的医院设备打包 准备转移 搬到哪去 何长工就问了 保密 好家伙 搬到哪都保密 搬50华链是500华链 差别大了 是吧 一台机械都没有 全是人包、人扛 你怎么打包 准备多少人伺候一台机器 不管了 先打包 搬 这6000人的教导师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什么稻草捆 竹片包 有的用担子 有的重 十几个人一起挑 为什么要转移这些大家伙大设备呢 1933年9月25号 国民政府对祸害江西、福建、浙江的中央苏区 开始第五次反围剿 当时是德国国防军支付赛克特 在他的参谋下 蒋介石是亲自作战指挥 孤祝同北边 南边是南天王陈祭堂 乡军和剑在西边 调集了100万兵力 其中江西就有50万 步步为营 这下子 所谓中央红军的战略生存空间就没有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呢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向西突围 突围的目标 行动计划高度保密 除了军事三人团伯古、李德、周恩来之外 很少人知道 极少数高级将领得知吧 就像刘伯承这样才知道 这何禅宫教导师搬运的是中央红军所有的加大 因为这个中共最高层都不知道 这次要走多远 从哪走去向何处 所以呢 也舍不得先加底吧 那先搬着吧 搬到哪是哪 沉重的机器就编在了中央纵队第二梯队 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行不成行 队不成队的 稀稀拉拉拖了十几里长 为了保卫这些坛坛坛 为了保卫中央纵队的中央高级领导 还有他们的家属 第一军团 第九军团在这个左边掩护左翼 第三军团掩护右翼 第五军团断后 开始向西突围 这多少年之后 中共的宣传 才开始把这场大窥逃正式说成是北上抗日 日靠在哪 东北 部队一路朝太阳落山的地方跑 方向的不对 2001年 央视播出个电视剧叫《长征》 现在不知道多少人被激动着穿着红军服 跳着红军舞 冲走长征路 就是被这个片子给蒙了 里面不是有一个曲子叫什么 叫《时送红军》吗 那个唱的那个唢呐一吹 苍凉悲壮 是吧 实际上这首曲子根本就不是什么江西苏维埃送红军 它原来是采茶调 是个小调 当地小调 这是1961年才被中共文学系统打造出来的 你听他唱的是吧 一送那个红军 实际上它原来那个词是什么 是一送那个表哥 不是送红军 送表哥 一送那个表哥 表哥听妹说 出门那个狼都要爱惜钱 它是这个味道的 是怕男朋友乱花钱 中共当时逃跑嘛 只有最高领导层知道 所以你老百姓怎么可能来高唱实送红军呢 你不是暴露不瞄了吗 是吧 再说了 中共危害江西百姓 1927年到1936年 所谓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 中共盘踞的江西就一个省 人口从两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 江西老表恨死你了 还送红军呢 要送你的也是送瘟神 送史神嘛 东北九一八那个时代的 是吧 松户第一次抗战也是那个时期的 再加长城会战 都这个时期 所以你看那个时期 中共历史当中 哪也记录说红军这个时期宣扬去抗日啊 没有嘛 是吧 宣扬的都是自己怎么样打赢了 这个国民政府的三次围剿 不打日本人 打国军 其实那不就是趁国难当头搞武装叛乱吗 所以你看 你们搞什么一百年建党宣传 是不是 我们就是要把他这个中共的谎言一层一层的拔下来 他说一百年 咱拔他一百层 这个习近平四天前跑到这个广西湘江战役纪念馆 回顾这个中央红军撤退之后最惨烈的这场战役 湘江战役 要求中共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 说是这样的 要重振中共理想信念 重振奋斗精神 来战胜外部压力增大 给中共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咱们一会继续分析这个习近平这次参观的一些真实含义 我们先看看习近平所说的这个认真学习党史 真正的党史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回到还是回到刚才 故事没讲完 是不是 中央纵队教导师 这个战士们当时就很困惑 那么多大家伙搬到哪去呢 要搬多久呢 中间遇到了国军的围剿怎么办呢 面对战士们的怀疑和部队里的谣言 何昌公鼓励大家说了 说有了兵工厂的机器 不管到哪 一开机器就可以造子弹 子弹拿来消灭白狗子 白狗子说的是国军 是吧 有了印钞机 不管到哪 一开机器就可以印钞票印钞票 来跟反动派做经济斗争 印那么多钞票 你不是通货膨胀吗 是不是 有了印刷机 不管到哪 我们就可以印报纸宣传党的主张 还有一台大那个医院的X光机 有那个 我们可以随时为负伤的战士 找到身上的子弹 然后把他们治好 返回战场 消灭白狗子 在这里挺多白狗子的 大家鼓足了劲 继续搬 继续像蜗牛一样的吸进 为了掩护他们这些大机器、大家伙、铁疙瘩 付出太多的生命了 江西瑞金出发 当时中央红军是8万6千人 三道封锁线已经牺牲很大 但毕竟红军跟南天王陈济堂 是搞了一个秘密协议 这秘密协议的陈济堂是一边打一边放人 为什么 只要你红军不进入广东境内 他就不下狠手 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第四道防线封锁线是天然屏障湘江 还有湘军和剑加上中央军的削月 红军通过跟陈济堂的协议是赢得了些时间呢 提前抢占了湘江渡口 然而时间的优势呢 马上就会被那个什么中共舍不得扔掉的资重 庞大的中央机关的高级党政干部和他们的家属 给牺牲掉了 与中央军本来是有矛盾的是广西贵军 也因为担心红军会突入到广西 也开始全力围堵 这下子好 这是一场恶战了 出发时候的8万6千余人剩下3万人 湘江战役是长城一路上打的最惨的一场仗 习近平在这里回顾红军损失惨重的湘江战役强调说 中共要像当年那样坚持理想信念 说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 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然后说对实现下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为大复兴就要抱有这样必胜信念 据报道习近平还说困难再大 想想红军长征 想想湘江雪战 很显然现在是中共碰到了特别大的困难了嘛 目前习近平这个政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试图恢复所谓的共产运动正统 为此它正开展消灭私有制的运动 所谓中共的改革开放以后的所有的很多政策 它都现在在动、在复辟、在往回走 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这个宣传消灭私有制 但是它从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发展到现在要混合所有制吧 混合所有制改革 对蚂蚁集团、对腾讯、这些企业下重手 已经看得出来它是来真的 不仅是要钱 朋友们 还把马云扣下来了 边控 你不讲清楚这个事都不让离开 就是要把背后的真正支持 蚂蚁集团成为今天的金融大鳄的这些人给挖出来 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对私营企业主下手 还要对那些习近平认为不符合红色革命要求的中共干部 还有那些背叛了红色基因的红二代 他都给你给你拿出来 是吧 但是习近平实际上也是活在了中共自己编织的谎言当中 他说了革命理想高一天 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一天 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有这种革命信念 其实最为讽刺的是什么 正是你这种高一天的革命理想和实践 是对中华民族最大的强害 你说长征吧 中午说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实际上红军这一路就是狼狈逃窜 不仅逃窜 一路上还没有忘记江西苏维埃的那套 打土豪分田地 绑票勒索 一路上就是张献忠的流寇 烧杀截律 曾经有过就是说 红军路过贵州茅台酒厂 怎么样抢这个茅台 用茅台酒来洗脚的说法 你要觉得那不可能都是传闻 你那不信的传闻 是吧 党史记载你敢信了吧 1937年毛泽东会见苏联回来的亡名 用的就是两年前经过茅台阵获得的两瓶茅台酒 你不是看过电影吗 宣传过雪山、过草地 多苦呀 是不是 一个接一个的所谓红军战士倒下了 那你想 这谁给毛泽东挑了两瓶酒 那其实肯定要挑 肯定不止两瓶酒嘛 是不是 给王明喝了 毛泽东没得喝 是吧 那肯定不止两瓶嘛 毛泽东说 当时跟王明说 发了通知要保护茅台酒厂 你想 这事就有意思 对不对 红军没来之前 这茅台阵谁来呀 是不是 这红军来了 才发通知保护酒厂 那是谁干的抢劫的事 不是先到的红军抢了人家的酒 后来人家闹到中央了 是吧 中央领导一看 你再下去 我没得喝了 才发个通知保护酒厂嘛 纽约时报记载过1972年周恩来宴请尼克松 那就更暴露了 是不是 周恩来用茅台酒跟尼克松干杯 他说 长征路上 茅台酒不光是能喝 还被我们看作万用良药 可以洗伤阵痛解毒 治伤风感冒 包治百病 尼克松当然还听得很高兴 你不知道这是中国的革命传统酒 举杯说 拿上我们用这个万用良药干杯吧 说红军拿茅台酒洗脚 是不是空穴来风嘛 周恩来你自己说的吧 不仅是抢老百姓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 还有大批的各种政治运动当中被整肃的 被关押的自己的同志 那中共肯定不放心带他们上路的 对不对 所以在中共逃亡之前 周恩来下令 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 对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 进行大规模的血腥屠杀 当时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叫做龚楚 亲眼就目睹了红十二军参谋长叫林隐 两口子 夫妻两个被行刑队在背后用大刀给砍死了 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的 让这个龚楚将军对中共彻底深信心 后来就脱党 投奔国民党成为叫红军第一叛将 这一切都是什么 都是习近平所说的革命的初心吗 莫忘初心 那不就是希望当今的中共 继续这样的暴力和谎言来延续它的第二个100年吗 从长征活下来的中共的这个罪恶基因 在中共建政后更广泛深刻的戕碍整个国家 你跑不掉了 是不是 当年的土匪今天成了国家领导人 我在历史上今天的系列当中讲过一集 是叫做大逃港这个事 讲述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中国人通过香港来逃离中共统治奔向自由的故事 当时有两百多万人成功到达香港了 还有很多人当然就死在了去香港的路上 或者死在了海里 咱们的江峰频道 咱们的江峰时刻有一个忠实的观众 姓黄 黄先生 Kent 黄 他是广东人嘛 所以他的黄是WONG Kent 黄 他的父亲呢 50年代受中共的宣传是从国外回到中国大陆 帮助建设所谓新中国的 结果后来呢 大跃禁期间 他父亲就遭到迫害了 1958年 这孩子叫Kent WONG就想逃到香港去 两次逃过去 逃到路上被抓回来 最终在第三次成功的游泳游到了香港 后来他从香港也来到了美国进入哈佛大学 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取得很大的成就 但他呢 就是没有因为自己现在美国日子过好了 就把那段历史给忘了 他想通过他的回忆来唤醒更多的中国人 所以他把他的历史记录下来了 就这个星期他刚刚发布他的这种叫自传体的新书 叫Swimming to Freedom 游向自由 几天前嘛 就是4月27号 Kent WONG还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Maria的这个采访 我把采访的链接放在我们一会儿节目后面的留言区 这本书在亚马逊的链接也放在下面 朋友们可以去购买 或者送给你们周围的讲英文的朋友 帮助推广 告诉大家 中共过去是怎么样杀害自己的人民的 并且在今天依然要革命理想高于天 还要继续那份初心继续杀人 当年大陆的人民能逃到香港 但是今天你看香港已经沦陷成了一个大陆的城市了 这共产党制造了世界上素质最高的难民群体 朋友们 其实呢 到现在我们都已经无路可逃了 那么那个链接 欢迎大家去看 去购买一个良心中国人的回忆吧 游向自由 Swimming to freedom 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中有过这个逃港经历 也请在我们的节目后面留言 说说你哪一年从哪跑到香港呢 是吧 说说咱们自己的故事 咱们也记录这个历史 接着回到习近平 习近平的湘江战役纪念馆 他是什么用意呢 其实用求是杂志 就是在这个新华社发表的这个通稿 就可以看出他习近平本人和组织 这次参观的这个习近平身边这些所谓策划者的安排 这篇通稿的题目叫做《中国革命从这里转折》 它强调是湘江战役的这个残酷 这个残酷的战役逼迫红军将士 让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随后咱们知道遵义会议召开了 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用中共的话说标志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集体领导开始确立 以后就开始打胜仗了 从胜利走向胜利了 就这个 现在呢 这个求是杂志画风一转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是党之大姓 国之大姓 人民的大姓 民族的大姓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反正习近平身体好 对吧 一晚上灵性完了党 又灵性国家 新华社通稿说有了习近平前进的这个征途上 就胜利不断了 其实 这宣传之后 那么多的感叹号之后呢 有一个巨大的坑 什么意思呢 这党媒似乎想告诉大家 湘江战役惨烈失败 导致红军找回了毛泽东的领导 来比喻当下说把习近平当作众望所归 他是这个意思 看起来是不是 但是问题来了 湘江战役谁指挥 博古、李德、周恩来指挥的 也就是说几乎把红军 把中共的早期革命坑死了的这场仗 是毛泽东之前的领导指挥的 是当时的现任领导指挥的呀 是不是 那么中国当下面临的这场巨大的挑战 巨大的危机 中共今天面临的生存危机 是谁领导的 那么中共今天的湘江战役 不就是现任领导习近平指挥的吗 这就是个巨大的坑 有人在把亲爱的习主席往坑里推呢 是不是 当年党的领袖这个博古 他是一个热血青年 到苏联留学说是27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原名叫秦邦县 这博古的名字哪来的 他们到苏联留学都要起个俄文名字嘛 叫做伯古诺夫 一回到中国就叫伯古 把诺夫去掉了 跟王明私交很好 别看中共在中国折腾那么厉害 在共产国际是要看人脸色的 王明拿着共产国际的首领回国以后 马上就成了第一把手 很快呢 他又回苏联上班去了 于是把领导中国革命这个事 交给了关系不错的哥们博古 你也别当诺夫了 勇敢点 当领导吧 博古到苏区的时候 军事地形图都不会看 所以这个博古当第一领导人这个现象 中共这个领导权力这个现象 真实的反映出中共实际上是苏俄操控的一个卖国党 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围绕保卫苏联展开 什么时候跟中国跟中华民族有关系 但是博古本人呢 应该来说是这个人文雅正直 从这个人来说 他到了延安之后 承担了他所有的所谓政治错误 别人批评他就点头说 对对对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犯罪 其实要说起来 他跟习近平还有个缘分 是什么呢 就是博古到延安之后 当时是老毛就毛泽东开始搞延安整风了 这个博古呢 他是按照共产国际的那个残酷素反 就在中央苏维埃搞的那套东西 他在延安就把它给调整过来了 反而在延安救下来了一大批等着枪毙的苏区的创始人 其中就包括刘志丹 还有一位就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大家看看博古跟毛泽东的合影一对比就看出来了 这个长相就看出来了 毕竟还是个文雅青年 所以要说博古领导革命失败啊 其实准确的说 就是博古这个人还不够坏 还不够凶残 所以没能把中共领着从胜利走向胜利 他后来是跟叶廷等人一起飞机失事丧生了 中共关于博古的批评就是说 他犯了左倾教条主义 损失了中央苏维埃的大好形势 把三次反胃脚取得的胜利成果都丢失了 对不起中国革命 对不起牺牲的红军战士 我跟你说 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现在 说习近平左倾主义 恢复文革思想 把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都丢掉了 到现在党内矛盾突出 社会经济崩盘 国际上孤家寡人还招来多国联军 是不是 对不起中国革命 是不是这个罪名就给你安上了 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坑就在这儿了 习近平当然是希望求是杂志所吹破的那样 成为中共正确路线的领导者 但是面对中共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像湘江战役一般的重大的失败 你作为现任总书记 是不是要被党内问责呢 有意思的是 习近平的这个贴身宣传频道新华社叫学习进行时 学习进行时 围绕着习近平在战役纪念馆驻足凝视的一幅油画大作文章 油画上方写的叫为苏维埃流进最后一滴血 画的是当时从闽西 就是福建西部过来的 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 当时整个师都被打光了 自己也富商被俘了 后来在担架上把自己肠子给拧断了 说自杀 这么一个画面 要说起来 党媒也说了 这陈树香不是国军抓的 是地方乡团抓的 但是党媒不会再帮你继续分析一下了 为什么 当时这漫山遍野的地主乡组织的武装来抓捕红军 你想 你要不是红军 你要不是土匪 你不是那么遭见老百姓 老百姓能那么动员起来天罗地网的来抓你吗 当然呢 我的这份解读跟党媒说 习近平缅怀英雄 这种谁都看得见的表面文章 我肯定跟他是不一样的 我会怎么解读呢 习近平他真正的政治生涯起步就是在福建 米西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是他省委工作以后 下乡去过的最多的地方 这个中共的领导干部就是这样子的 要想锻炼 要想政治组织上有起步 你就去穷地方 你去老区 你到享受 你再回大城市 你再回北京 就这么来的 因为是早期苏维埃根据地嘛 所以后来中共建政后十大元事当中的九个 除了徐向前以外 十个大将中的八个都在闽西打过这 后来都成了中共的最高层领导 当部长的 当副总理的 很多 对吧 那么如今呢 习近平他也不傻 他知道当下党内斗争有多么残酷 他知道发展忠于自己的队伍是多么重要 所以说闽江救部 治江新军都是他最信任的 也是他希望能够最终成为帮助他管理国家的主干 但是 他们真的那么忠诚吗 来说这习近平现在干了个事 深查蚂蚁金服 马鱼后面的蚂蚁金服 看这个金融大鳄后面藏着谁 江家的博裕资本 中金系 王岐山这些金融大佬们的春华系 还有各种类似 像赵薇这样的 他其实这种人 无数自身财富和国家权也是丝丝相扣的 这些个人投资叫云峰系 再加上什么社保基金 那就是养老金 全国的养老金 再加上中投管理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 蚂蚁金服实际上已经全部绑在了国家利益的战车上了 但这还不够 你像这个中投的这些主权财富基金 他们介入以后就已经是什么 就已经是意味着蚂蚁集团不是普通的私企了 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了 所以你要切割等于什么 你要把国家利甚至某种党的利益要切割出去 能查吗 不好查 现在你看蚂蚁集团的这个市值 超越了刚才提到的茅台酒 具有革命传统的 什么都能治的 茅台酒 它都超过了 从首次这个递交上市申请到成功的同意发行 蚂蚁只用了不到30天 这速度快的让人嫉妒嘛 这里面是谁的手在运作呢 最先透露出来了 上海第一把手李强 重庆第一把手陈明尔 深深涉足其中 是吧 这可是典型的习近平带出来的人马呀 这可是习近平要安排 如同当年米西出来的大元帅大将们呢 也许是二十大以后的最高权力布局呢 怎么他们也不再忠诚了吗 怎么他们也向资本跪倒了吗 习近平这个驻足凝视的这幅话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望着那个陈树香心里 是不是在想 还有谁能替他习近平断后 能为他习近平扯断了肠子一样的忠诚 能为他今天惹下的这些这么多的麻烦 去跟党内的敌手 去跟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去拼命呢 这内心的想法恐怕不是学习进行时 这样的官样文章 这些个欺识盗名的文人们能解读出来的吧 《江峰漫谈》 祝大家过一个好周末 我们再见